各位請坐 昨晚一刻 在這裏 有一班青年團體 Touch 舉人祈禱 之後有青年問我 顧解庭有點新的 叫我介紹一下 於是我就打開 告訴他們有選擇 可以拉開 有個青年就走進去 就跪在那裏 我說怎樣 他跟著說我可不可以立刻辦告解嗎 我說可以 完了之後他很感動 出來之後有第二個青年又再進來 我不是來看我想辦告解 我說好 原來告解庭不是看的 是要你自己經驗的 竟然天主 藉著聖事 那份的愛 原來是這麼大 比人的罪惡更加大 剛才第一篇經歷折救了的 以十二線之書 話說在公元前 734年 當時的阿南王和以色列他們想聯盟 想從阿述這個帝國的統治當中釋放出來 而他們都想把統治耶路撒冷的阿哈茲這個軍王捲入這場戰爭 但是阿哈茲他拒絕了 他只是想依賴這個阿述帝國 結果這場戰爭呢 正如以色列先知所預言的 對政治和宗教都可以說是一場災難 這個阿述帝國攻陷了耶路撒冷 將阿蘭和以色列這兩個王國毀滅了 而阿哈茲也都受到侮辱 需要向阿述帝國賠錢 以及成為了阿述的附庸國 雖然當然如此 先知伊撒爾給的標記實現了 阿哈茲的兒子由一個少女所生 是天主臨在於自己子民中間的標記 而上主終信實踐自己的許諾 這個兒子的名字叫做阿述克雅 但是他的名字也可以叫做阿馬路爾 意思就是天主與我們同在 他可以說是一個了不起的軍王 但是不是伊撒爾先知所期待的理想軍王 正因為這樣 以色列民他們開始期待另一位軍王 一位達美的後裔 可以完全地實現先知的預言 真正的天主與我們同在 我們剛才聽的福音當中 馬道為我們指出了這一位真正的阿馬路爾 就是精女馬利亞所生的兒子 耶穌基督 在前幾天有一個務道者跟我分享 他分享自己過去都曾經受到基督教的培育影響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幾年前的時間 他有人介紹他來主教座堂 他進來的時候有種感覺很特別 每一次來的時間 他都是聖託吸引他來的 不是因為什麼 我就說呢 天主的臨在有很多種方法 特別藉著聖言 尊讀聖言 特別藉著整個團體一起祈禱 更加藉著聖事 聖體聖事是主臨在在我們實在的標記 亦都我們傳放聖體被人祈禱 那些將聖體給有需要的病人等等 原來實際上天主就住在這裡 所以是很不同的 聖堂就是人同主相遇的地方 使得自己可以說都成為了主臨在的地方 在第二篇讀經聖不禄中求至羅馬人書 主要提醒我們和介紹耶穌基督 按照肉身來說 祂是出自答味的後裔 但祂真正的身份 正是在如雨澳漬那天顯示出來 祂是天主的兒子 上主的神能夠從幫助 可以說使祂從死日當中復活 而聖不禄中途被召叫 就向其他人宣告基督的復活 而這封書信的修信人 是羅馬的基督徒團體 他們也是天主所宗愛 被召叫成為聖徒 將主的平安和祝福去傳開去 在前幾天星期日 我去到花園街九龍那裡 人愛會修女主持彌撒 參加的人是家庭的成員 他們可能來自基層的家庭 或者獨居的老人或者老宿者 當我們舉一來洗的時候 我都留意到他們都會唱歌 會對答 即是說不只是來拿禮物這麼簡單 而他們慢慢都在主內 好像成為了一個團體 之後呢 我也會祝福福袋 裡面有一些油啊 米啊或者其他的用品 可以說他們來是被這些修女們 義工們那份愛心所吸引 可以說修女們他們也都經驗過 主這一份的愛 所以他們與其他人分享耶穌基督 這一份不只是物質 而是那份的平安 那份祝福那份愛 他們心懷大愛做小事 但是能夠使人感受到主的恩寵 我們剛才聽的是馬勒福音 馬勒福音在耶穌身上 實現了先知的預言 他可以說是先知所預報的 同精所生的兒子 他是真正的鴨馬勞爾天主與我們同在 他將繼承永恆的王國 和將實現以色列所有的希望 我們看到馬勒福音有二十八章 一開始講鴨馬勞爾 這個主題也出現了福音的結尾 最後一個章就說 耶穌復活之後 在加勒勒山上顯示給門徒的時候 派了他們向全世界全部起信 之後成為門徒說 看我和你們天天在一起 直到今世的終結 馬勒福音用天主與我們同在這個標記 開始和結束這個福音 他想還給我們聽 藉著耶穌基督 天主在人的身邊 天主時都與人同在 昨天下阵我們召集了 在二十九號 聖家節會有聯合慶祝結婚週年的 一些夫婦有二十四對 在我們昨天分享過程當中 分離最少是五年 後來去到五十年 會看到不同的年份 都有不同的困難 也都有不同的起源 昨天很多的太太很開心 因為丈夫第一次公開讚自己 那些丈夫說 其實我心裡有的 不過說不出 但說不出也要說 我們鼓勵她要說這些情況 我們特別一起去反省 教宗提示我們三件事 那個我多謝 對不起 我愛你 原來很多人 家裡經常說 對不起 多數是男性說 我愛你 很少人不知怎麼說 不過也有些 他們每早上習慣 大家互相擁抱 去感覺 去經驗 大家的那種關係 有些能夠很長時間 都能夠接觸到 有些可能 一個星期接觸一兩次 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看到 婚姻是一個很難得的 但也是一種祝福 天主的臨在 使得每一個 都有一種感恩的心 還有看到天主的愛 就在大家碰撞 爭吵裡面 看到天主的恩寵 能夠化解一切 同在是一種祝福 也是一種使命 所以今天三點的讀經 亦都給我們三點的反省 和回應第一 我們說是天主親自地 給一個精兆 就是為精女懷孕生子 給她的名字叫 鴨馬奴兒 精女生子 好像很矛盾 不過為人不可能的事 為天主一切 都成為可能 同樣我們每一個人 面對自己的困難挑戰 有時我們無法呼吸 不過天主是會跟我們一切 他親自地與我們同在 特別在我們有困難的時間 他一定不會離棄我們 他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不離不棄 第二就說 耶穌基督 他是天主子 藉著他的苦難死亡復活 帶給我們新的生命 而我們被召叫 就要宣講這個喜訊 我們要跟多些人分享 主要如何在我們身上 臨在 主要如何與我們同行 與我們一起去度過種種困難 福傳就是這麼簡單 就將你和主這份經驗 和更加多人分享 第三就是馬路福音所展示的 耶穌基督 他是 按照希臘文 耶穌基督的意思就是 阿威拯救 是天主親自地 拯救我們 從罪惡當中走出來 而他帶給我們的訊息就是 天主與我們同在 所以每一次我們開來 世界時間神父多次說什麼 願主與你們同在 但是我們睡不醒 就答了 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但是這個很有意思 聖誕事 很多時候我們見到人 做什麼 Merry Christmas 信口 但是我們更加可以 用這種祝福 願主的平安與你同在 或者當別人這樣說的時候 你也可以回應 也都也與你同在 是很重要的 主的祝福和平安 所以我們能夠彼此 多些祝福 多些去肯定 和大家彼此去宣講這個喜順 為什麼 因為天主時都與我們同在